宇宙的源起 佛说一念不久 这变成了阿蕾耶 一念久 就是真心 不久呢 不久就迷了 迷了就产生个妄想 妄想叫阿蕾耶 中国人翻作心意识 阿蕾耶识叫藏识 藏是寒藏的意思 他也是没有现象 但是他能变现象 变的现象在哪里呢 整个宇宙是一个阿蕾耶 所有物质是阿蕾耶的境界下 所有的信息 是阿蕾耶的转向 所有的能量 是阿蕾耶的夜下 阿蕾耶太大了 整个虚空发界是阿蕾耶 我们不能离开阿蕾耶 但是阿蕾耶是依真如 依是行 真望是依不是二 真在哪里 真在望里头 望在哪里 望在真里头 这真望什么意思呢 真不生不灭 望有生有灭 有生有灭是望 不生不灭是真 我们真如自信 不生不灭 所有的现象有生有灭 就是三种现象 今天科学家讲 能量 信息 物质现象 通通都是有生有灭 那么佛 以什么来说呢 就是以不生不灭的自信 以有生灭的阿蕾耶 根据这个来说 以自信 这是第一一地 以阿蕾耶 是第二一地 这不是第一一地 以阿蕾耶 今天科学家 哲学家 能懂 以真如自信 他们不能懂 这是尸体 宇宙法的尸体 宇宙法的尸体